好了 以前早安 大家早安 没有错 这个奇景看起来是蛮美丽的 但是如果真的去感受的话 应该是蛮冷的啦 没有错 强烈大陆冷气团已经下修了 因为今天清晨台北来到了11.6度 这也是今年首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 因为12度以下就会把它归列为强烈 淡水10.1度 今天清晨对低温大溪在自动测站这边是8.9度 目前看起来整个温度来说的话 从高雄整个西班部地区一直延伸到花莲台东都只有15度以下 所以今天虽然适合外出 但是特别注意一下保暖的措施 来看一下低温特报 这也是入冬以来全台首发的低温特报 今年的低温特报跟去年有点不一样 因为改成跟高温的预警有一点像 有黄灯 橙灯跟红灯的景点 黄灯的部分就是温度低于10度 橙灯的部分是低于6度 还有连续24小时低于12度 红灯的部分就是连续24小时低于6度的情形 所以目前符合在黄灯的部分有12个县市 包括了基隆 新北等地到金门 还有南部的地区都是有可能来到10度以下 尤其是空旷地区的观众朋友 特别注意一下 早出晚归还有衣服的穿搭 一直要到明天周一白天过后 强烈大陆冷气团才会慢慢的减弱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水汽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 至少在这波的冷气团偏干冷的情形 所以只有迎风面 新北岸只有一些局部非常零星的雨势 所以今天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阳光露脸 也是出游或者是洗衫衣服还OK的天气 但真的衣服特别穿搭一下 尤其你有找出晚归的话 你看到低温9到13度 高温的部分在19到24度 中南部还是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在8度左右 陆上强风特报 特别提醒一下18个县市 尤其海边海上活动的话 格外留意自身安全 还有注意保暖 严防一下在农产品或者是渔业的寒害的情形 最后一周天气这两天就是强烈大陆冷气团来影响的时间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清晨的低温都来到11度 甚至不排除来到10度以下的空旷地区的温度 至少在周一过后 幸好在白天在冷气团慢慢减弱之后 未来5到7天是慢慢逐渐回温的情形 回温的幅度虽然不高 但是至少没有冷气团报到 而且你可以看到天气 天空部分 水气也是偏比较少的 所以忍耐2天的强烈大陆冷气团之后 未来5天左右是比较稳定的天气 下周跟这一周截然不同 特别留意下 可以稍微珍惜把握了 好 下时间唱给宜璇 好 今天西半部有12个县市都发布了低温特报 提醒民众今天出门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保暖 谢谢思豪